北京时间6月18日上午进行的羽毛球美国公开赛结束了五个项目的争夺,国瑜取得其中三枚金牌成为最大的赢家。 其中李雪瑞在女单战胜美国华裔选手张贝文夺冠,女双组合汤金华与小韩逆转战胜韩国组合金会真心招映夺得女双冠军,男双则由中国组合欧选艺人享宇,战胜韩国组合正在许金在换夺冠,混双冠军被马来西亚组合陈炳顺吴柳迎获得,男单冠军则属于来自韩国的选手李东根。 本次美国公开赛中国队总体发挥一般,在十六进八的比赛中,男单和混双已经全军覆没,女单和男双各剩下一颗毒苗,仅有女双表现不错,在奥运冠军赵云磊的带领下全部打进了八强,成为中国军团最亮眼的项目。 但在八进四的比赛中,两队年轻组合全部输球无缘四强的争夺,仅有老将汤金华与小韩的组合,打进了四强成为女双的毒苗。 这样的话,中国队有三个项目,各有一个毒苗打进了半决赛,他们在后面的半决赛中保持全胜,最终全部杀入了决赛。 决赛首先进行的是男单的较量,在之前打破欲林单不胜的韩国选手李东根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班两局最终逆转荷兰选手马克夺冠,这也是本次公开赛的第一个冠军被韩国获得。 第二场则由中国女单选手奥运会冠军李雪瑞出战对抗美国华裔选手张贝文。 在首局张贝文与李雪瑞打出了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最终张贝文以26比24险胜第一局,但到了后面的比赛里李雪瑞表现出色,打出世界级的反拍,让张贝文无力招架。 最终李雪瑞连班两局夺得女单冠军,成功取得付出后的第二个女单冠军,这也是国语在本次比赛取得的第一个冠军。 后面进行的是女双的较量,国语女双组合汤金华与小韩面对韩国组合金会真心招印,首局18比21不敌对手。 后面经过教练赵云磊的指点下,找出韩国组合的弱点对症下药,最终以21-13,21比15连班两局取得比赛的胜利。 夺得本次公开赛国语的第二冠,第四场进行的混双比赛。 没有中国组合出战,马来西亚组合吴炳顺陈柳盈表现抢眼,直落两局,战胜德国选手赛德尔林达多德混双冠军,决定了本次公开赛的第四个冠军,归属于马来西亚,最后出战的是国语的男双组合。 这队组合由年轻小将组成,在之前的比赛中面对丹麦组合一度遭遇险情,但最终他们还是逆转获胜,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作为独苗一路杀进决赛,相比较大赛经验丰富的李雪瑞和汤金华组合,这队男双组合作为唯一的年轻选手能够一路杀进决赛实数难得。 中国男双组合欧选艺人享宇在决赛,面对韩国组合正在许金赞换的比赛中发挥出色,虽然首局韩国队先以21-16先下一程,但最后中国男双组合联班两局以21-16,21-17逆转获胜取得比赛的胜利。 这也是本次公开赛的最后一贯,国语取得的第三个冠军,本次美国公开赛国语可以说是低开高走,在三项都仅剩独苗的情况下,最终获胜夺得比赛的冠军,成为本次美国公开赛的最大赢家,尤其是由小将组成的男双组合能够一路杀入到决赛,最终夺冠实数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冠军,都是在对手先拿下一局的情况下,最终逆转获胜,中国军团的表现的确足够出色,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自李渔奥运会之后,国语一直在下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绩了。 虽然本站世界顶尖选手大部分没有参赛,但选手们精彩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亮点,尤其是李雪瑞和男双小将的夺冠,对于我们来说意义不小,也希望国语能在后面进行的南京市井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为何你 Arcง主要想的人民集动院老板 老板 荣